2014年全球信用卡倒刷金额 已经突破了160亿美元 实在是很严重 其中的48%都是来自于美国账户 面对如此严重的个资外泄问题 不只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强力宣导 全美华人最大的信用卡服务商 也特别向华人社区来介绍 最新的晶片信用卡EMV 鼓励华人一起来杜绝犯罪 美国信用卡倒刷情况相当普遍 不只让华人新移民笑称 遇到信用卡被倒刷 美国生活才完整的玩笑话 甚至连最新科技Apple Pay都无法倖免 因此全球发卡组织 特别推出晶片信用卡 也就是英文EMV 来大幅提升顾客面对面刷卡的安全性 他在每一次使用的时候 读了这个晶片以后 他会generate一个算说是一个密码 所以在下一次 你在使用这张卡的时候 他会去verify这个密码 看有没有正确 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发现 如果你的这张卡被人家倒用 不只消费者选用晶片卡好处多 对商家来说 只要更新晶片卡刷卡机 10月份起就不需要担心 国际发卡组织要求 没使用晶片卡的商家 需负担面对面倒刷损失的新规定 至于如何操作刷卡机 信用卡服务商也特别示范 过程真的很简单 商家只要先把金额打进去 机器会叫你把晶片卡插入机器之中 把晶片卡插进去以后 大约是5到10秒的时间 交易完成以后呢 你才把卡抽出来 然后Print Receipt交易就完成了 使用晶片卡不止消费者与商家 双方交易安全都兼顾 至于如何选择一家 优质的商业信用卡服务商 业者就建议经验够不够很重要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 把这种机器给我们的顾客使用了 只是说EMV当时是没有打开 那在半年前我们也开始 跟着我们的账单通知所有的商家 就是说EMV这个东西 已经要开始使用了 那我们现在也所有的商家 我们都是能够收EMV的机器出去 荣征全美华人最大的信用卡服务商 美信商务不止获奖无数 中文官网上还提供许多 晶片卡的新讯息 以及详细的操作与使用细节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 上美信商务官网查询 东文新闻唐永浩